全油管最快新闻,国务院近日公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, 该条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, 成为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。 该条例重点规范了网络信息内容, 保护个人信息,防止网络沉迷等方面, 统计显示,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.91亿人。 此次新条例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关切, 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。 该条例明确了政府部门、学校、家庭、行业组织等各方的责任, 要求各方共同参与保护工作。 教育部将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, 落实相关课程要求,推动网络素养与课程融合。 国家网信办将加大网络执法力度, 净化网络环境,以营造清朗安全的网络空间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